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小元 一场大雨导致古径多个地区发生水患 而干坡八口木失灵墓地也因连日大雨导致山坡墓地发生山体滑坡 有40个坟墓被毁 当地居民发现建在山坡山的墓地发生山体滑坡 涉及范围约1000平方米 同时,位于伦乐山马丹路的干坡八岩 及早因连绵不断的雨势导致河水高涨,发生闪电水灾 消灿岩涉水到事发的干坡 协助住家淹水的居民安全撤离 根据沙灾难管理及拯救委员会指出 Maskatting区内共有6个干坡发生水患 民防拯救部队发现有数间住家淹水 水深夜翼之三尺 当局也以村委及村长取得联系 在必要时将撤离受水患影响的村民 沙副首长的阿玛德格勒 也清零灾区巡视,局位慰问在里 换个焦点 沙首长署政治秘书Alexander Asin 今日在13名政治秘书的陪同下 前往古境新班迪嘎警察一战事中心 针对行动党沙联委会成员 John Bryan在脸书转载 涉嫌玩弄种族课题的贴文进行报案 14名首长署政治秘书Daniel 若大家对John Bryan的贴文直资不理 恐怕会造成沙各民族分裂 也会因此而影响种族和谐 Alexander Asin严厉抨击John Bryan的这项贴文转载 并认为有关内容 以严重影响萨拉园民族之间的和谐 若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或会引起种族分裂 我国交通部已发出通告 在农历新年前后 即2月2号至2月4号 以及2月9号及2月10号期间 禁止7500公斤以上重型罗里 在指定时间上路 东马也不例外 重型罗里指定上路的时间为 凌晨12时至早上6时 沙罗里总会会长林家强指出 为了有止平凡 平安返乡 在上述的期内 除了运载日常必需品的罗里 及由海港出货的罗里 其他罗里一律 仅能在以上指定时间上路 交通执法人员会严格执行任务 最后 让我们关注沙政党联盟 GPS昨晚在沙士内团接体育馆 正式推展的新闻 沙盟主席兼沙首长的 Dodpattingi Avangzo Hari 宣布沙盟正式成立 未来该党将权力捍卫 沙拉越人的权益 引领沙拉越迈向更高发展 这项推展里获得图保党 人联党 人民党及民进党领袖 以及团党员的踊跃出席 众人气势高昂 在活动上不断挥舞手上的党旗 以及高喊 以沙拉越优先的口号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